現在我跟以前我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詮釋出來的角色也一定是不一樣 那剛好這一次 球球她也是比較長大 經歷過一些事情然後長大過後的球球這樣 就有比較長大一點的思維 因為畢竟她很喜歡的男生就這樣消失了 Disappear 球球心思比較細膩 那小楓真的就啊 她的神經應該跟阿里山的神母差不多 喜歡就是每個少女都要和熊雅締結一個契約 然後去交換那個自己想要或是成績十歲 看起來很光鮮亮麗但是又有一點淡淡的哀傷 給小朋友看的這些 給年輕人看的這些故事裡面算是比較有下功夫在琢磨 所以我不要讓我們只想告訴他們 欸好人就是好人 壞人就是壞人 看起來很壞的人不一定就是壞人 她說不一定有她的特種 麻星姐姐她一直都有在出什麼樂品啊 或是影品 然後她每次出就會第一時間去看 然後可是她有時候出了影品 然後我還沒有看到 對然後想說怎麼辦她一定會雷 她一定會雷我到底要把它給開來看 對 對 Stand by Stand by 就是她把一切就是在大略的演出 跟大雄分開之後回去了 她很想念大雄 然後寫了給大雄的一封信這樣子 然後她就安慰大雄說 雖然我知道妳就是一個 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可是妳就是因為不是很優秀 然後妳才有很多的機會 然後慢下來看清楚 然後慢慢的享受 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到了那個世紀以後 人類已經變得 就是可能就像我們現在就是 花手機明明坐在對面 然後還要傳賣之類的 這個樣的狀況